早餐時間來看到這個源自福州的掛包 俗稱是後嘎滴 取其諧音就是要把福氣咬住的意思 經過改良之後成為了台灣的特色小吃 在高雄市有一間開業了十年的掛包店 不但是使用了現載的溫體豬肉乳肉 而且還可以客製化 你想要多瘦或是多肥的肉都可以 中式的漢堡包的好滋味 一天可以賣上上百顆 疼疼的鬆軟掛包又白又軟 顧不得看老闆娘把掛包一分為二 準備塞進 滿滿好料 邊說邊做 忙歸忙 老闆娘可沒分心 推薦肥瘦參辦的掛包才到地 在這裡要多肥多瘦 任君挑選 口味是一種 只是分肥瘦跟素的這樣子 怎麼會想到這樣子做 因為有每一種顧客的需求 有應顧客的需求 塗上特製的紅麵醬 撒上香甜的花生糖粉 大把放上酸菜 接著主角登場 滷得透亮的五花肉 大塊放上四片還沒完 還得疊上後腿肉塊撒香菜 才算打工高成 你拍來拍得要熟一下 這個肉很甜 很嫩 所以常常來這邊吃的 比較大 甜度也是剛剛好 好吃的秘訣就是這兩大鍋獨家滷汁 十多年的成年老滷 吃起來夠味不油膩 源自福州的掛包改良 成為台灣小吃 肉塊疊了又疊 就是要讓客人一個吃到飽 我們是做正餐的啊 客人才吃得飽啊 就打算一顆就給人家 對對對 一顆就給他飽 要吃飽可是就是料也要實在啊 換掉滷肉夾上素火腿 搖身變成素掛包 配上超大顆魚丸湯 或是加了香菇 金針木耳 魷魚跟脆筍的八寶湯 中式漢堡包的好滋味 等你來品嘗 追見我們陳真盈黃沛如 高雄報導